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吃海膽 所以很肯花錢去吃海膽 我是立師傅 公司負責車貨 確保公司有一定的品質 在1994年開始在日本直送海產 來到香港供應五色級酒店 私人會所、私人單 其實不是品種來決定價錢 是好看供應量 天氣不好影響供應量 價錢都會很大浮動 可能是四位頭到四位中後 一板海膽價格按質素分級 由七百元起到四千元不等 其實分幾方面 第一方面我們要看海膽的色澤 金黃色 額形是否夠完整 是否夠飽滿 第二方面我們要看是否當日上場的貨 第三方面我們會試過 海膽夠鮮甜才會入貨 不同品種的海膽 產地和當造期都不同 外形上 紫海膽和北紫海膽的表似比較長 顏色偏黑 相反 馬糞海膽和哈爾馬糞海膽表似比較短 顏色偏墨綠 味道濃郁 鮮甜 紫海膽和北紫海膽 吃起來比較清淡 和甘甜 哈爾馬糞海膽和北紫海膽 在當造期間都比較濃 日本人不是那麼重視品種 日本人的飲食文化很相信 餐廳的師傅 如何選擇一些比較好的材料 香港人喜歡吃濃味和鮮甜的味道 多數香港人會選擇 馬糞海膽和哈爾馬糞海膽 既然香港人喜歡吃味道濃郁的海膽 今次就找日本人帶路 去吃馬糞海膽料理 我叫西論田記子 離了香港二十九年 最近兩年就是西灣河開了一間店 賣日本食物 而且我知道這裡的雨傘 海膽全部都是足地直熟 所以選了這一間 餐廳的廚師伯辦 採用北海道馬糞海膽 配搭時令食材製作料理 就好像很奶油 一入口就會用完 這個就是很大的味道 最基本 這些應該是Rose 這個就是和其他魚 這些都是一定好吃 不過這個就是最基本 可以欣賞海膽自己的味道 吃海無艾滋味無價 我致全新Facebook飲食專頁 陪你偏尚風尚細著人情 陪你偏尚風尚細著人情 精挑細味只想好吃